当巨鹿之战惨败 长城军覆灭的消息传到首都咸阳的时候 秦二世和丞相赵高的惊恐与绝望可想而知 首都已经两次大规模增兵前线 北将的长城军也大体都派出去了 帝国的家党几乎都扔出去了 现在前线传来的结果是 帝国的家党已经碎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帝国该怎么办呢 在张罕司马兴一戏的说法里 故事是这样的 项羽大人英明神武 带着大火打得我们嗷嗷之叫 但我是忠于皇帝 忠于帝国的大忠臣啊 我还是苦苦支撑 并且不断派人向皇帝和丞相赵高 请求救兵 没想到司马兴将军辛辛苦苦 带着前线的第一手军情 去恳求丞相赵高 他居然见都不见 赵高这是极度我们的功劳啊 如果我们在前线打了胜仗 他就会以我们功高振主为由杀了我们 就像帝国当年杀白起 蒙田那样 如果我们打了败仗 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更会名正言顺的拿我们背锅 将我们正法 总之 赵高是个奸邪小人 他狼子野心 他阴谋谋害前线将士 他谋害皇帝 谋害帝国 他实在是十恶不赦呀 我们实在是报国无门 我们真想一死了之 可善良的我们 有实在不忍心手下的将士们受罪呀 幸亏仁慈的项羽大王 发现了我们的困难 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 项羽大王告诉我们 大家需要立即团结起来 解救关中受苦受难的民众 项羽大王还授权我 成为新的关中王和司马鑫 董毅一起带大家杀回关中 解名道选 我和司马鑫 董毅都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们决定抓住历史的机遇 肩负其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张涵一戏说的那是一套一套的 所有史书正文也都认可他们的说法 不过司马迁在秦始皇本季的论赞里 完整引用了甲义剧作《果秦论》 其对此有截然不同的描述 秦始张涵相而东征 张涵因以三君之众要事于外 以谋其上 根据《果秦论》的说法 张涵东征后 拥兵自重 甚至拿着帝国的部队 作为交易的筹谋 以此图谋自己的权势和名利 甲义的说法和史书里张涵一戏的说法 几乎完全相反 谁说的更可信呢 甲义是文帝十七人 他出生的时候 汉帝国刚刚建立 他的父辈祖辈 基本都完整地经历了 秦末汉初的大编剧 我们不敢说 甲义一定查阅过资料 做过细致考证 不过《果秦论》 是甲义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正论文 这种上乘的文章 对史诗的引用都非常重归重矩 断不敢信口开合 我们可以认为 当时类似甲义这样的文人政客 都对官方记载里张涵一戏的说法嗤之以鼻 对张涵是军阀的定义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可谓潮流和常识 从政治常识来理解 假意的说法也更符合逻辑 赵高想尽办法要谋害张涵 司马兴的说法 放在童话故事里或者军期都数期里 也许有点可信度 赵高是丞相 张涵他们是将军 丞相比将军大 所以丞相可以吃将军吗 可你如果放在现实来看 就不太符合常理了 皇帝和丞相现在和张涵比谁更大 只怕皇帝和赵高 自己都不敢说他们能比张涵大 帝国现在剩下的几乎所有作战部队 都在张涵等将领手里 帝国的首都已经是个空架子了 帝国一度也幻想 以王礼等部队体系的将领加长城军 足以制衡张涵等政府口将领 可没想到张涵等人心狠手辣 直接就把王礼的长城军给卖了 此时张涵部已经占据了黄河以北 张河以南的地区 这块地盘就是古代广义上的河内地区 长期以来 河内地区都是帝王之姬的代名词 这里向来都是帝国数一数二的富饶之地 现在的张涵部在后勤物资上足以自给自足 帝国已经没多少抓手可控制他们了 皇帝和赵高还拿什么去和张涵斗呢 说起来 二世皇帝在这里也犯了和楚怀王一样的错误 怕没有御驾亲征 如果皇帝亲临前线 张涵敢这么玩王离合长城军吗 多半是不敢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帝国面临大战时 经常会有皇帝御驾亲征 最次也会派出太子或者强势皇子作为三军统帅 御驾亲征未必能挽救帝国的败王 但皇帝至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被张涵、司马兴等人提枯头上摆弄 张涵、司马兴等人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帝主力杀回关中 消灭皇帝和丞相 各几个当皇帝或者关中王 第二个选择是投降项羽率领的反秦联盟 前提是你们得让各几个在关中当王 无论哪种选择 张涵、司马兴、董毅等人 就是冲着关中当王去的 秦二是 赵高都已经成了摆设 不管他们内心有多不甘 他们都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然而 人之将死 齐鸣也哀 皇帝和赵高仍然在尽力的扑腾 演绎着最后的碑歌 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这个成语也成为后世强制性政治战队的代名词 故事在文学上很精彩 但和很多过于故事化的记载一样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备受质疑 仅现代众多学者大致上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 指鹿为马是真实的历史故事 这就是赵高阴谋篡位的前兆 第二种看法认为 赵高只是一个坐火建上来的官员 没有任何可以取代皇帝的能力和动机 这个故事纯属虚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 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 但是在后世的传播中 故事内容出现了走样和夸张 现在帝国已经岌岌可危 一眼望去 看不到挽回败局的希望 这种情况下 赵高哪还有和皇帝去争权利的想法呢 指鹿为马 应该是皇帝和赵高 应对当前局势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 在帝国给大家看的战报里 帝国前线肯定是从一个胜利 走向另一个胜利 可是现在到处都在流传着 帝国在前线打了大败仗的消息 甚至有人说 敌人就要打到首都了 我们再不跑就全完了 这种说法盛行下去 首都到处人心惶惶 那非得出大乱子不可 帝国不得不再三辟谣 现在前线的形势非常好 不是小好 而是大好 大家要安心地工作生活 可再怎么辟谣 也架不住雪花般 从前线传回来的福告啊 无可奈何之下 帝国只能举行一次 指路为马的政治思想课 教育各级干部要统一思想 要以身作则 坚定地带领大家 不信谣 不传谣 好了 上面三种说法都介绍完了 这三种说法 哪种才是指路为马的真相呢 现有资料这么少 我们大约很难得到确切的答案了 一切取决于读者朋友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不过 不管皇帝和赵高怎么折腾 他们的命运都不由自己掌握了 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张寒等人 从前线传来的消息 7月 前线传来噩耗 张寒等人率领秦中央军投降了 皇帝胡海和丞相赵高一下就疯了 其实张寒就算不投降又能怎样呢 他们向皇帝要求猎土封王 甚至时不时要求来个清军策 皇帝有办法拒绝吗 不过不管怎么说 只要张寒还乐意挂秦帝国旗帜 皇帝和赵高总还能有个念想 没准哪天张寒司马兴他们一个大义 被俺们摔杯为好 一举拿下呢 再不及封的张寒司马兴当个王 让他们在外面帮我们能多挡一天也算一天啊 可现在张寒一投降 一切都完了 二十皇帝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雄心勃勃地上来没两年被整成这样 他约已经彻底丧失了斗志 他离开首都跑去了西边的行宫望一宫 皇帝为什么要跑去望一宫 我们很难弄清楚了 也许是做好万一有事立即西逃的打算 也许是想去祭祀埋葬在西边的列祖列宗 希望他们能显灵保佑 皇帝人虽然不在首都 却没有忘记天天派人狠狠地向丞相赵高问责 帝国父以全国兵力的主帅居然投降了 你这个丞相怎么当的 一年前行政口三巨头就是被问责后全部被灭族的 赵高当然知道现在要轮到他了 于是赵高果断决定先下手为强 赵高可不是三巨头 他的底气强很多 我们回顾下李斯一届 首都部队主要由咸阳的县组 宫内的卫族 殿内的卫士和贴身士卫组成 咸阳县令是赵高女婿严乐 咸阳的县组他女婿带出挤兑来没问题 皇帝离开了首都 身边的警卫部队会变少 警卫部队可以利用的攻势更会变少 最关键的是 赵高长期是殿内卫士的高级主管 从中车府令到郎中令他都当过 整个卫士系统赵高的人脉很深 这让他有机会测反县人郎中令 随着严乐率领的县组和郎中令率领的卫士里应外合 首位宫门的卫族被全歼 二世皇帝被当场施杀 小皇帝死前向严乐苦苦哀求 他想见赵高和赵高谈判 严乐不让 退而求其次 他想当个王 想当个侯 最后甚至想当个普通老百姓 然而严乐告诉皇帝 赵高已经说了 你的唯一选择就是死 半年多前 李子被杀死 向儿子哀叹 咱夫子俩再也回不到 在家乡小城的东门外 一起遛狗的快乐时光了 他渴望让帝国留下自己的痕迹 没料到他接手的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空壳 转瞬间 帝国就轰然崩塌 在提心吊胆与无比绝望中度过了最后两年 死亡 死亡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 也许也是一种解脱 事者一矣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挣扎 赵高抢新世军 以求免于一死 可杀完人以后咋办呢 就赵高这点出身 这点地位 谁也不会搭理他呀 是 赵高现在是丞相 可那不过是小皇帝杀死了行政口三举头后的破格提拔 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够干什么呢 还是大军不断被派出 首都没多少部队的大背景下 对于现在帝国内外的所有大佬来说 杀掉赵高就是现成的阶级跃升的好机会 而且赵高实单力薄实在好杀 不过赵高绝不会束手待毙 他仍然竭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求一线生机 赵高的策略是派人向河南的大老刘邦发投降申请 真心说 绝境下的赵高很顽强 也很有眼光和判断力 他现在急需要人保护 可他不可能在首都找到同盟 原因很简单 匹夫无罪 怀彼其罪 朋友只能去外部找 那还有谁呢 张罕他们 他们不需要赵高 相反迫切需要杀掉赵高来获得篡位当关中王的正当性 项羽等河北联军 他们现在收降了张罕部勤中央军 兵强马撞趾高气扬 根本不需要赵高 但是河南还有个刘邦也对关中虎视眈眈 刘邦不够强大 刘邦需要赵高 只要刘邦能进关中 赵高就有机会苟活下去 甚至他日混成一方诸侯也未可知 都到这份田地了 赵高仍然能找到最适合 最有希望东山再起的道路 不得不说 赵高是个令人不敢小觑的枭雄 可惜赵高的根基太浅 一切都进行的太仓促 没等到刘邦进关中 他就被皇族大老子英诛杀了全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